大家好,歡迎來到新一集的《廠紀行》 又是我大家的節目主持人William 這一集為大家介紹一間有一個相當銷路的廠 它就是廠如其名的《Minecrash Games》 《Minecrash Games》是在網頁上這樣介紹自己的 藉於研發深度和主題性並重的遊戲 當中有著嚴謹而創新的機率以及一流的產品質素 實際上如果大家一會去看看我介紹的遊戲 就會覺得《Minecrash Games》真是做到它的目標 其實很多《Minecrash》的遊戲都是具有策略深度和主題性 而廣受資深玩家外帶 事不宜遲,先為大家介紹《Minecrash》的第一款遊戲 它就是2015年為它打向頭炮的《Trachyon》 《Legends of Illusion》 相信提到這隻遊戲 不少歐式的玩家都應該相當熟悉 Trachyon 是一隻相當複雜的德式遊戲 由其中玩家敗魔法師去找它的助手、經理、表演者等等 當中透過工人放置、同時行動選擇等的機制 排練出驚人的魔術表演 具備主題性的同時也有相當繁瑣的細則 每一玩家甚至一本小的《Player 8》幫助它 玩的時候也有機會忘記了一些細則 它是相當銷魯的代表作 這隻遊戲為《Minecrash Games》未來的遊戲 都樹立了後碑 成為一間被受注目的卓遊生廠 出《Trachyon》之後 《Minecrash Games》的第二款遊戲 就是2017年出版的《Anachrony》 《Anachrony》的意思就是時空錯亂 由於本身的主題和機制都結合得相當好 由於背景就是地球中逢巨變 剩下四個勢力苦苦之差 這時候發現了一種全新的礦物可以用來做時空旅行 於是不同的勢力就返回災難之前獲取資源 令人類的科技得以大大提升 但同時時空旅行也帶來了時空錯亂 一幅巨大的隕石相似 究竟過去和未來之間 人是否一手造成自己的滅亡呢 有趣的主題都要有可以配合的機制 在《Anachrony》當中的核心機制就是工人放置 但玩家除了指派工人去到不同的地方 起建築物提升能力之外 更特別的就是他的時空旅行機制 玩家可以借用過去的資源 當然借了要玩 但如果最後還不到就會有懲罰 相當符合主題 《Anachrony》可謂以生命SF主題包裝的 硬核德式卓油吸引了不少玩家的喜歡 2020年時更推出了大合版 增加了不少擴充模組 令遊戲的可玩性再上一層樓 在2018年《Mycrash》團隊推出了一隻較易入口的作品 就是Ciribia The Inside World 當年正正是電影《Inside Out》 掀起人對情感關注的熱潮 而Ciribia The Inside World 正正是玩情感世界界內 不同情緒管控的遊戲 在Ciribia當中 玩家身處一個神秘的幻想世界 每名玩家在他們當中扮演情感靈魂 在這個世界當中 眾多的靈魂因為紛爭被劃分為兩個陣型 Blitz和Groom 你可以理解為正面或負面的情緒 他們的目標都是將Ciribia 塑造成他們心中所想的世界 所以遊戲的本質就是區域控制遊戲 加為有趣就是玩家被分為兩隊 在競爭當中玩家有存在合作的元素 而當中有很創新的得分系統 是一種堆疊的系統 玩家可以將一些Token放在中間的Ciribia 而每一個回合來說 最終Token的疊加效果 顏色比重 頂部的顏色 都會對遊戲產生影響 可謂相當創新 除了遊戲生命的機制 遊戲的迷宮配件都相當具有水準 當年Kickstarter雜誌的時候 更加有上色豪華版 是一隻兼具迷宮和深度的作品 去到2020年 Minecrash 推出了主要之前提及的 Anacry 大口擴充 當中包含了幾個模組 在這裡就不特別詳細介紹 去到2022年 Minecrash 又有大作推出 他就是Preservants Castaway Chronicles Episodes 1 & 2 既然說得上 是Episode 1 & 2 自然就有3和4 由遊戲的背景 可以見Minecrash團隊的野心 將一個德式的桌遊 以弘大的故事背景來包裝 讓玩家玩的不單止遊戲 亦都是島嶼建立發展的史詩 而當中玩家扮演的是 遊輪上的乘客 在一場暴風雨當中 僥倖地和其他小小的乘客 一起生存下來 隨著船隻的產脈 漂流到一座未知的島嶼 而為了在未知的島嶼上生存 玩家就要必須組織其他幸存者 一同探索開發島嶼 但島嶼上有原始生物 亦都是恐龍 就會對玩家造成威脅 就是這樣 玩家一方面抵抗恐龍的入侵 另一方面嘗試擊敗其他幸存者領袖 來讓自己所創的幸存者部落絕臟成長 第一部的劇情大致上 就是玩家建立具點抵抗恐龍的過程 第二部就在劇情上延續第一部的結局 講述玩家已經在島嶼上建立了穩定的防禦暴落 並經過島嶼領袖的會議討論 玩家決定向島嶼的深處去探險 並試和恐龍和平共存 解開島嶼上的謎團 並尋找回家的方法 第一部的核心就是色紙輪抽和色紙工人放置 版圖上的上半部分就是玩家 可以拍攝色紙工人去採集資源 訓練軍隊、政治外交、擴張殖民地 建立防禦工事等行動區域 第二部就跟第一部大同小異 不同的是圖班的上半部變成了六角的方格地圖 下半部就多了探索行動的區域版塊 遊戲當中也都新增了一些島嶼的資源等等 基本上玩過 Episode 1 的玩家 絕對能輕易上手 Perservants 推出第三、第四部的日期 還未知道 不過在2022年近《艾森展》的時候 Mycrash 反常態推出了一隻輕雜小品 那隻Extra Extra 當中玩家扮演觀星者 一起透過一些星塵的運用 去發現不同星座 又是當中有趣的是 星座最後的發現者可以獲得星座的能力 但就不能獲得中間參與發現星座的分數 因此在獲得能力和分數之間形成了張力 是一隻輕鬆歡樂的小品作品 未來Mycrash Games 有甚麼發展呢? 據聞2023年Mycrash Games 會有不同類型的大作推出 分別是一隻4X和德式卓油結合的Void 4 另外一隻是有著高互動 同時行動機制和精美畫風的Cetema 最後是標榜故事合作 已吸入在輪抽機制的合作遊戲 Transhumanity 衝觀Mycrash Games 的發展 它是以兼具有深度的德式卓油遊戲為主軸 結合不同的主題和創設機制來研發遊戲 但近年我們都可以看到Mycrash Games 開始向不同的範疇發展 例如最後提到2023年推出的不同作品 涵蓋了不同的範疇 事實上2022年 Extra的推出都令人十分驚喜 不看出版社 你會很難相信是Mycrash的作品 究竟Mycrash的未來發展會怎樣 絕對令人期待 它是一間好的出版社 如果你是德式卓油的死忠粉絲 更不能夠不留意它 好了這一集的時間又差不多了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多謝大家的支持 喜歡我們的節目的話 記得like、comment、share我的影片 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還有很多不同的節目等著大家 特別多謝所有Patreon的會員 好開心一齊可以和你在discord裡 聊天遊戲簡新節目 有興趣的話都可以夾我們 我們下一集再見 Thank you Bye Bye